回到台灣來看我們的國門又出包了 這一次是外國旅客頻繁進出的台北車站 把台北轉運站的英文居然是拼錯了 C選多拼了一個I 而City則是掃了一個I 鬧桌的笑話現在在小紅書上被瘋狂轉載 無鐵共構的台北車站 一年就有1.11億人次進出 這麼重要的第二國門 抬頭看竟然出現蔡英文 近一點再近一點 只是排上這個轉運站的station 好像越看越不順眼 真的耶 對個I嗎 S-T-A-T-I-O-N 好像很主張 對 車站的英文就是S-T-A-T-I-O-N Station 不是S-T-A-I-T-I-O-N Station 這個招牌就出現在台北車站B1 地下街跟台鐵高鐵的交匯點 拼錯字真的偏丟臉 這應該是國小的英文 讓外國人看到有點丟臉 北車本來就被稱為全臺最大迷宮 這下標示還拼錯 更讓外國的朋友看都沒有 求的是台鐵招牌 不該挨的挨 該挨的又不挨 旁邊臺北地下街這個City Mall 現在貼了貼紙 但本來也拼錯 City City拼成City City 出這個bug是有點不好啦 但可能他們就是不夠細心 這樣子的英文你給台鐵打幾分 不是很高分吧 這個英文真的要加油 連小紅書上都在笑呼叫彎彎政府快改 對此台鐵回應正面指示牌一百一十年就在 因為北車指示牌數量眾多 並未發現多了一個I 目前已先將字母遮蓋 後續也會重新發包更換指示牌 雖說是積極處理 但臺灣在大力招手外國旅客之前 各單位恐怕還得加強把關 記者綜合報導